台北的年货大街才刚刚开跑 保质大队就在迪化街的一家老字号的布行 查获了仿冒的LV还有Gucci等等名牌的布匹 而且一共是有五六十捆 店家还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也就是说呢 要做成包包或者是围巾 通通都可以 只要挑布裁缝师马上做给你 从警方提供的搜针袋画面 可以看到 这家位在迪化街商圈的布行内 仿冒LV Gucci和Barberry的好几款布料 就大剌剌的放在货架上供民众挑选 店家提供客制化服务 民众想做成包包 围巾或是零钱包 都可以现场选布之后 由裁缝师定做 一马步卖一千元 以现场的查扣数量来看 大约市价两千万 主要是提供给一些 知名品牌不孝的仿冒加工业者 另外他自行也在店内 加工仿制各大知名品牌的包包 陈列在店内贩售给不特定人 这一款布料仿冒的是LV丹宁系列 专柜的手提包包基本款三万起跳 这里从买布裁缝做到好一个只要八百元 还有这几款仿冒的是LV荧光色涂鸦系列 布料质感很粗糙 还有这仿冒的是LV村上龙系列 布面上的印制图案Y7扭巴 另外Barberry和Cucci也是店内询问度很高的花色 剪裁成为丝巾或是围巾 价格只要赠品的十分之一 年货大街卖甲布 质感和样式跟名牌赠品相差十万八千里 但还是很多民众上门订购 警方依偎版商标把将业者含送把扮 业者将面临的是专柜品牌的巨额求偿 周年新闻阿公雅曼许少平台北报道